不要小看这钢管辣妹秀 其实这也是菲姐唱片的行销策略之一 不过真正打动人心的 是菲姐坎坷的声势 及她动人的歌声情感 看了喜艾人的照片 听了菲姐娓娓道来 我才知道 当初才十几岁的她 为了解决家里四百多万的负债 便签下经济约 前往新加坡登台演出 在老板联红带片的怂恿下 年少不知的她 竟然走上了变性这条路 我在新加坡拍的 以前我当男孩子的照片 几岁之后啊 十几岁了 去新加坡 那时候是唱歌吗还是 对唱歌 唱歌啊 对 就回来台湾 台湾拍的 在兰宝石歌亭作秀的 你腿也蛮长的 比较性感 我是想问说 当初为什么 会想到变性 为了环境啊 那环境是怎样的 因为是我们环境的三价 嗯 那时候 我就十几岁就离开枸 像在新加坡 那后就像 为了贪债嘛 你去那边唱歌那时候你刚 你没有十几岁那 那菌 菌跳的这张照片啊 我上去贪不倩了 贪不倩就回来就好 还是怎么老 那时候我跟妈妈说我贪倩 回来 他怎么会给你骗 他说我的手术贪好钱啊 那时候我就听老闆的手术 然后就去上班啊 上班了就 刚才两三年就回来台湾了 回来台湾的时候 所有的经济都开心嘛 妈妈算了点儿子 因为我这儿子就有家庭医生了 我妈妈说 我一定回来看 因为我妈妈的时候 他就说 我妈妈就说 他不敢我离开这个家 我就跟妈妈说 我出来贪倩 我出来不管生还是死 我一定会看他 想到我出来 没有老婆生 我妈妈因为思念我的时候 我妈妈就 就来奥生去 菲姐含着泪 无言力道尽对母亲的思念 没想到我的好奇 竟勾起了一段 很心酸的回忆 可以想见 在十几年前的淳朴乡下 有谁能够接纳一个 不男不女的变性人呢 你认为男人 可以信任一辈子吗 因为脱腹中生吗 你这 这众不都心 你呢 你自己是一个男人的角度 你想躺在这句话 你呢 你如果有说 我会做朋友 你会接送吗 你哦 我问你这个问题 我好尴尬 我真的要回答 回答 照你心里回答 对啊 好 我是就是 我是不太能接受 对啊 你都不接受 那你叫我 说叫一个别的男人 他能不能接受我吗 一段赤鲁肉的谈话 让我看到了现实的无奈 在经过这段不寻常的境遇后 菲姐选择独自的生活 来保护自己 海洋团 荣耀 爬 青棍的乱伯 青森海角 叫你出帮 亲身的体验 才知道做一个女人 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 不过我看见了 菲姐 用自己的坚强 来面对所有的群众 甚至勇敢面对 曾经鄙视她的乡亲 深情的旋律 动人的歌声 让她重新获得肯定及尊重 或许性别的变化 是无法挽回的 但是她的努力 却让她能够改变心境 找到人生的另一个出口 参与你以前也有回到的 你的高雄表演会嘛 对 那时候第一次的时候 你事怎样 你有那个勇气回到的 那时候我说 一定要领对这个社会嘛 领对这个事实嘛 领对这个事实嘛 你没回到的时候 你久的时候 你觉得越害怕 对不对 你一定要面对 就一定要回到的 要让大家说 我们就是无事 让我们在乡下的 我们那个故乡 我们会接受的 对 既然你现在已经变成女儿 甚至是不争的事实 对 要解决问题 就是去面对问题 其实走这条路是 不是说我女儿的 也是说有一个状态 对不对 今天走这条路 走得稍微好走出来 我感觉也是 克服自己 很大的勇气 因为 要面对很多人的 思思点点 才走得近了这个肯定 现在我才发现 其实呢 女人 她才是最有勇气 最有勇大 好吧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 就好好地活出自己 好好当一个真正的女人 要不 好 继续加油 OK 我要捧 你万机器 感恩 谢谢 但你昨天不要再叫我去 去新加坡 首宿 对哦 好 好 好 OK 好 今天的予料蛮漂亮 对啊 今天予料蛮漂亮的 对啊 对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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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